日本人给小孩做的便当真的把我给吓到了 最开始还以为日本妈妈做便当都是超市满县城的拼一拼 结果没想到啊 我这日本朋友竟然每天五点起床给孩子做便当 首先是日本的玉子烧 加了糖盐和酱油 这样卷三次就出锅了 大家也可以找一个小方锅试一下 好吃还很有乐趣 接着他又烤了一个新鲜的三文鱼 用来做饭团 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做了一个青椒炒肉 因为小孩不喜欢吃青椒 所以他会做得更熟一些 就当我以为要结束了 结果他又做了一道莲藕肉饼 这也太丰盛了吧 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味噌汤 最后仔细考虑每道菜的摆放位置 用不包好终于完成了 他说为了孩子的健康饮食 每天都会早起 并且花45分钟亲自准备便当 这么丰盛的日本学生便当 大家学费了吗 酱油推荐指数 关注酱油带你深度了解日本